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今天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解开束缚 察觉原生家庭的情绪内耗 懂得切割 你才能够找回快乐 最近呢,刚过完廉价 所以大家返乡之后呢 你也要跟你的亲戚朋友面对面 尬聊也好 或是终于就是要团聚也好 你难免就是会突然想到说 天哪,这种让人家厌烦 然后每次回家那种烦逆感 到底是从何而来 那有人在此时开始在反思说 我这些家庭成员跟我的互动关系 是不是也影响了我往后人生 不管是谈恋爱或是工作 或是我这个人的个性发展 其实是不是也是因为 跟这些家人的互动 慢慢的养成变成我现在的性格 所以大家就要聊聊 关于说情绪内耗这件事情 那先来界定一下 到底什么是情绪内耗呢 所谓的情绪内耗呢 就是你纠结于一些 没有意义的事情 让你白白的浪费很多的精力 在这些没有需要去在意 或根本没这么严重的事情上 那所谓的情绪内耗 会影响到你的性格养成 举例来说 你的爸妈如果是天真 就有时会告诉你说 我们家就是很穷啊 我们家就是你知道这东西 我们买不起 这东西真的太贵了 他如果从小就灌输你说 我们家就是什么东西都买不起 我们家就是要很小心的用钱 那这件事情就会养成你的金钱观 或是你的用钱观 就一定会受到影响 甚至长远的 你会觉得说 你对父母是有亏钱的 因为很多的爸妈 有时候讲话的 这种言辞的使用上面 他就会说 你看我为了你 我都省吃俭用 我都把最好的给你 然后你看你以后要孝顺我 或者说你看我们家就是这么的穷 我连什么东西都买不起 那你也不能够去找过度的享乐 而这种心态就会有点绑架了你 让你觉得说 我如果过度的享乐 我如果太过于就是满足我的物欲 很像我就是犯罪 我很像就是错了 但其实是 这个观念其实是你爸妈灌输给你的 就是你原生家庭会影响你这个人的价值观 那就来分四点 关于说所谓的解开束缚 你要去察觉到你的原生家庭 会造成你的情绪内好呢 就是一 第一点大家要比较常见 就是所谓的情绪勒索 举一些常见的例子 如果你今天就是不听从你爸妈的指示 或是不听从你爸妈的一些建议的话 他可能就说 我是你爸 我是你妈 你怎么可以这么的不孝顺 刚开始可能你们还在理性的沟通上的时候 但他发现他就是 他讲不过你 或是他发现他自己错了 他就恼羞成怒 他就开始说 好啦你们现在就是 就是长大了啦 翅膀硬了啦 现在我们老人家说的话 都不中听啦 就是讲话口气都这么差 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跟你 很理性的在沟通是非这件事情 或是沟通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样做是最好的 他就会以他是长辈的身份 他是父母的身份 他是你的阿公阿嬷的身份 说我就是你老爸 我就是你脑部 你就要听我的 不然你就是不孝 你这样子顶嘴就是不孝 不管你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他就是会拿着他的辈分来压你 而这种惯性的情绪勒索呢 其实无形之中 他就会把你每次跟他相处的这个 你知道时间都会变得非常的负面 而且你每次跟他聊天互动 你就会觉得说我单方面被压着 那个压着不是物理上的 而是内心层面上面 会觉得说跟他聊天 你的压力很大 或是你会有一种无法放开来 跟他好好讲话的这种感觉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 到后续就会 我不想回去 我春节 或是我放廉价 我宁愿就是在那个北漂北混 跟朋友出去很好 我也会找尽借口 就是不回老家 就不想回去团聚 这个状况其实有可能 就是所谓的情绪勒索 他就是会各式各样的说 你为什么不生小孩 你都几岁了 为什么我就是想要抱孙子 你这样子我们家之后 就是会没有人传宗接代 我这样怎么对得起我们的祖宗 我之后如果死了之后 我对我们的祖先 我真的是没有颜面 去跟他们那见面 就是他会讲出这种很可怕的话 会让你造成很内疚的感觉 而这种内疚 是基于他跟你的关系 他用关系去威胁你 所以这种状况呢 其实如果你发现了 你的父母 或是你的兄弟姐妹 或是你的亲戚朋友 会用这招来对付你的话 那会导致你 内心明明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你想要开开心心的聊个天 吃个饭很轻松 但你却每次都那种低气压笼罩的话 其实你就应该适时的告诉对方说 你这个情绪勒索会导致我不想回来 会导致我跟你聊天 我不想跟你讲太多的行事 或不想跟你分享 所以请你要抓好那个奋纪 有些事情 你不能够用你的辈分 或是用你的情绪 想要来胁迫我要听从你的意见 或是一定要照你的话去做 而最后第一点 原生家庭可能会造成你的情绪内好 就是情绪勒索 接下来第二点就是所谓的惯性抱怨 你有没有那种家长 就是他每次遇到你 就开始跟你抱怨东 抱怨西 他是你的妈妈 他就开始跟你抱怨你的爸爸 抱怨你的亲戚朋友 抱怨他命有多苦 抱怨他他这辈子有多惨 他的工作有多不顺 公婆对他多差 小孩子 如果你是他的小孩子的其中之一 你可能还有其他兄弟姐妹 他抓到你 他就开始跟你抱怨 你的其他兄弟姐妹 或是甚至你其他兄弟姐妹的 什么媳妇也好 什么弟妹也好 都会被他拿来说嘴 而这种惯性抱怨 其实跟朋友相处一样 你跟一个人 如果每次遇到他 他都跟你丢很多的负面能量 不停地跟你大肆地抱怨 讲一些 就是让你觉得 好累哦 讲一些让你觉得说 天哪我也无能为敌 天哪我也为你感到可怜 我也为你感到惯惜 但是你每次都是在讲这件事情 表示我每次跟你在聊天的过程之中 我的情绪就会受到影响 我就是会处于一个不开心的状况 但人就是会趋吉避凶 你久了之后遇到这样的状况 遇到这样的人 你就会尽量地避开 你就会想要逃 你就会想要不回去 因为你不想要听到这些抱怨 不想再听到这些惯性的抱怨 而这些惯性的抱怨就会影响你 影响你 一是当下可能情绪受影响 长远来说 有可能它就会养成你 你也同时变成一个爱抱怨的人 因为你觉得 你看我就是我爸妈 我妈妈就是会这样子抱怨 这是一种可能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爱的表现 所以它也会灌输到你的内心里面 觉得说 我很想要借由抱怨来表达我的爱 所以呢 你也会这样子去对待你的另一半 这样子去对待你的朋友 而这种就是恶性的循环 如果你无法跳脱出这样的轮回 那就有可能你要自我的去意识到说 诶 我很讨厌我爸妈这样做 那我自己在面对我的亲密另一半 在面对我的朋友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是掉入这样的循环里面呢 就是要自我去做察觉 而就有第二点 接下来第三点关于说 察觉原生家庭的情绪内好 就是三 负面思考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这样的长辈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他就是一定会把它拉到一个不好的情况 你明明订了一个很好吃的餐厅 他去 他就会不停的咸 这道菜没有我煮的好吃 这个东西太贵了 这个东西 这个食材这样煮 真的是浪费了这个食材 但是明明 这个整个餐点的过程 有很多东西都是好吃的 有很多的服务是非常到位的 但他却是只会指出那些负面 他看不顺眼的地方 而会导致你每次跟他相处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说 怎么每次跟你相处 你都有话要挑剔 你都有事情要批评 就是刚回到的都有东西要抱怨 这样的负面思考的生活方式呢 不只是会让你身旁的人夺得你远远的 更会让你的下一代 就是会延伸到小朋友的观念里面 也会觉得说 我很像就是也要跟着抱怨 我很像看到一件事情很好 但是我就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个切入点 去讲他的坏话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爸妈 有时候就是会闲东闲西 或是什么事情 明明就是一件好事 但他就是可以从中去讲说 我跟你讲之后之后 你一定会小心要会失败啊 这东西之后一定用不久了 你就是浪费钱什么这些 他就是一定会找到一个路子 来批评你现在在做一件 明明就很不错的事情 但这样的做法跟这样的观念 其实是不利于你工作的 你如果每次都怀抱这种负面心态 负面思考的时候呢 你有时候自己就会泼自己冷水 或是打退堂鼓 你就会不敢的做出改变 不敢前进 或遇到一些选择的时候 你就会选择保守路线 而会就是很常会陷入犹豫不决 而这种负面思考 也是会因为来自于你原生家庭的情绪内耗 因为他们长期就是这样子对待你 你就会觉得说 很合理 我也应该要这样去对待别人 或是我应该也是要跟他们一样的思路 就是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要先去想他最坏的问题是什么 或是有可能会衍生什么问题 你就一直去拘泥于那些东西上面 但是事实上有可能这些东西根本不会发生 也不会影响到你 但你这些负面思考的念头 就会影响到你人生长远的路子 就会走向一个相对就是比较痛苦 然后每天过得很不开心 接下来第四点关于说 察觉原生家庭的情绪内耗就是四 PUA 这个词最近很红 但是其实PUA 常见是用在说你要搭讪 你就是会用一种 我是高位你是低位 要创造出 你要让他觉得他自己有问题 然后他就会反过来觉得说 就是你是好的你是棒的 他就会来爱你 就是用那种调的方法 就是所谓的PUA 创造出那个上对下 他就是不如你 他就是要乖乖的听话 就是有点洗脑般的 让他无条件的听从你的指示 跟控制他 而这种所谓的PUA 除了在亲密关系上 或者是所谓现在的交友软体 或者是在路上搭讪人 或者所谓的PUA的这种心理操纵呢 其实在父母关系里面 在家庭关系里面 也有所谓的PUA 这些家长他们可能从小就会 惯性的批评他的小孩 就是说你这东西做不好啊 你这东西没有多厉害啊 你这东西还要再继续的努力 所以你要听我的 你看吧 你就是不听老人眼 你就是不听爸妈的话 所以你现在才会落得现在的情况 其实这一种话 其实有一点点PUA的嫌疑 他其实 当然如果你今天跟他说 你看你就是不听话 你才会跌倒 那当然是为了他好 但有时候有些父母 可能就是控制欲过强 他们可能即便小孩子已经成年了 他还是会想要去下指导期 希望他的孩子要依照他的想法 依照他的建议去做事情 比方说 你看你现在就应该要去结婚 你现在就是应该要买房子 你现在就是应该要去生小孩 就是这其实就是有一点点 他会告诉你说 你看你就是不如我 我的 那我赚比较多钱 你要听我的 你看我就是现在生活地位是比较好的 你就是要听我 你才能够跟我一样 就是有一种洗脑 让你就是听他的话 而这种PUA的做法呢 其实也是会导致你情绪受到内耗 因为其实有时候根本就没那么严重 也没有如他所说的 一定要去这样做 才能够得到你要的东西 才能够过得脑平凡顺遂 但有时候有些家长就是控制欲过强的时候 也会使出这种PUA 所以大家千万要留意 好了 今天就是一简单的四点来聊聊关于说 解开束缚 察觉原生家庭的情绪内好 懂得切割才能够找回快乐 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面我要介绍一间位于士林夜市的 叫做脆皮鲦鱼烧 它是位于士林夜市大东路的入口处 摊贩呢 上面的旗帜 我觉得说非常的幽默 它写YAKI 然后另外的旗帜是写TAI 那写YAKITE 但是我就是回来查之后发现说 欸 TAI YAKI 其实是日文的鲦鱼烧 但它是旗帜呢 其实有三面 前面就是YAKI 中间是TAI 后面是中文字鲦鱼烧 我觉得思考说 它是不是挂反了 但我也不好意思问它 但我看了日文之后 我就觉得说 还是说它其实有别的意思 还是说它其实是想走一个趣味 所以就把故意把那个英文两个字反过来挂 到目前为止 它还是个谜 但我就无法知道 但它一只鲦鱼烧呢 卖40块 然后三只110 七只250 总共有六种口味 它的鲦鱼烧大小其实 欸不算小 算蛮合理的 就是大概手长大 那它有六种口味 有什么芋头奶油 起司红豆 巧克力跟奶茶 我觉得整体表现呢 它的那个 有符合它的价格 外面的是蛮酥脆的 里面的内料也 给的还算OK 所以就是 那大家都说 钓鱼烧其实就是 富贵版的 所谓的车轮饼 就是它只是外形 长得比较可爱一点 说实在也是啦 所以如果经过 想要吃点甜的话 也不妨可以尝尝咸 那今天叫做 脆皮钓鱼烧的 适临夜市美食 就再次推荐给你 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 和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 按赞追踪起来 我相信很多 发现都有趣的 即时新闻还有更图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 才看得到 好啦 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 下次见哦